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移动硬盘受到外力的撞击严重损坏 刘飞头 任何的挣扎都是毫无意义 丑女人 与警察当中的判断 我要抢毙了你 从现在开始我们谁也不能相信了 你的心情也可以理解 但你这种做法对我们破案起不到任何帮助作用 所以你得帮我 我们得离开新层 为什么 想想这两天发生的事儿 还有我该在杀人了 我觉得比昨天晚上画的像 就是这个人 哦 对了 他在网上的名字叫 开着拖拉机迎接冬天的到来 冬天的到来 是冬至 讲冬至 你觉得这张画像的相似程度有多少 百分之九十五 这个案子变得更复杂了是吗 这个王辉到底是谁啊 这么跟你说吧 他 我 周国禽 我们三个是同一天进的公安局当的警察 以前他也是刑侦队的 十年前因为充当了黑社会的保护伞 被剧里开除了 这几年我们也曾多次地接到过兄弟省市的协查通报 才流传于全国各地 帮助雇主行凶多起 那我怎么没听说过他 才来几天呢 再说了 这个人是我们剧里的耻辱 大家伙都不愿意提起他 封锁所有的出境路线 全程通缉王会 封锁所有的出境路线 全程通缉王会 全程通缉王会 姐 你这找什么呢 你姐夫的警官证 警官证 他那天上班可能就没带警官证 警察事报不带警官证吗 我爸说他过生日那天 会通过警官证给我东西的 东西 什么东西啊 你能不能别问了 你能不能赶紧帮我找啊 好好好 我找我快点 我再来 四哥 你回来了 刚到医院里的警察都撤了 可是没打听到场客的下午 那你打開手機了打了手機通著可沒人接 你打開手機,你打開手機 我们在你家发现了一张电话卡 嗯蒋东智上午用过的电话 他现在用的啊 谁叫蒋东智 什么卡 啊啊啊 哎呀 姐 我哪个技巧杆栏我都找遍了 就是找不见姐夫警官这 算了 孩子他都见不着了 找着了也没用 那咱们赶紧走吧 那咱们赶紧 胡言 你也进去挑点东西吧 你姐夫用过的 或者是穿过的 留个念想 这一走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呢 今天上午他买了一个新电话 和三个电话码卡 是和你一起去买的 不想死就快说 他现在用的是哪个号 大哥我真不知道大哥 哦不是啊 我是看见他 我赶了 我真不知道 可爱 好 现在老实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 一共三个电话号码 现在扔了一个还剩两个 哪个打通了就是哪个 我用你的手机打 打通了你跟他说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让他赶紧回家 可以吗 你连他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为了一个刚刚认识的人 就丢掉兴趣你觉得值得吗 照这两个号码打 这位朋友不说话 就说明他同意了 是你的吧 我发现你这个人不仅长得难看 而且脑子还特别傻 刚才这么下来是吧 我告诉你了 我给你寄的是著名的猪蹄扣 越扔越紧 知道吗 你想啊 那猪 挨仔的时候劲儿得多大啊 你能比那挨仔的猪劲儿还大 又我才发现 把毛巾弄掉了 那能不喊人啊 你大声喊呐 那不喊呐 渴了 是吧 行 为你口水喝 我喝剩下的这半瓶啤酒 啥个女后啊 喝吗 喝不喝呀 干啥嘴 抬头 干啥啊 喝啊 怎么样啊 是不是这个啤酒 من嗓子眼到肚子里 特别舒服啊 有性格 我喜欢 这是好 是吧 安静 连手机信号罗没有 现在是下午三点五十分 我告诉你了 我开出租车开的是夜班 知道吗 我每天白天都在睡觉 我平时白天这个时间在 都睡得很像 就是因为你 我现在只能睡在山洞里边 而且我刚才又睡了那么一小伙 喂 慧哥 两个电话都打不通 一个说不在服务区 一个说无法接通 没关系 继续打 我们还有时间 喂 卢阳已经做出你的画像 相机了 全程现在都在通缉 你现在别动了 夜里再走 水路 相对安全一些 老鬼 真没想到这种时候你还能 毕竟是从小一块玩了大的朋友啊 你放心吧 就算是我走不成 我也绝不会连累你 好 莫非 慧哥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师傅 你是不是跟我们让远了 我记得火车站不在这边啊 不是火车先生 前面好多路口都在查车路不好走 今天的警察很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我刚才路过火车站的时候 那的警察更多 不过你们放心 没有小偷敢偷你们的钱包 对不起 对不起 师傅 师傅 你能靠边停下车吗 靠边停下车 谢谢啊 哎 姐 我把特别重要的东西落在林静那儿了 要不然咱们先不去火车站 到林静那儿把东西拿上 师傅 去第二医院 喂 林静吗 我好像听你说过 你有一个单人宿舍是吧 太好了 我跟你说呀 我们在出租车上 一会儿到医院门口接你 姐弟她也在车上 我们需要你的宿舍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怎么想起我宿舍了 卢阳电话 哎 谁啊 嗯 可能是找你的 什么叫可能啊 说是找咱们队的人 又说不上名字啊 说的年龄和形象有点像你 喂 你好 我是卢阳 什么 陆路通租车行 你凭什么说周队是我害死的 什么跟踪器 说明白 你敢说周大哥鞋里的跟踪器 不是你安的 鞋里的跟踪器 那鞋是我买给周队的生日礼物 新鞋怎么可能有跟踪器呢 别给我装错 心如蛇蟹的丑女人 周大哥都跟我说了 说了你的名字 现在我还记得周大哥临死时候那个表情呢 恨死你了 我开始以为董和是个男的 没想到是你这样一个 长得是吧 长得如此丑陋的一个女人 别给我废话 我心如蛇蟹 我长得宠惨不用你说 可是周队的心里面不可能有跟踪器 没有跟踪器 那两个少女是怎么找到那个车间的 没有跟踪器 你又是咱们找到那车间的 你知道我去过那儿 这么说我跟路亚当现场的时候你还在 我在啊 我当然在啊 要不那男警察喊你名字我就站出来了 我就上当了 我就中计了 我就被你一枪给打死了 那那天在禁毒队的小会议室里面 你也是听到我的名字才跑的 对啊 跑了 你给了我时间 对了 我还挺奇怪 你是不是到楼道里看看有没有别的警察啊 是吧 你不敢在会议室里开枪对吧 卢阳说得对 你就是怕我的名字 不许唠叨 给我口水喝 谢谢你 我渴了给我口水喝 她是不是一直戴着墨镜 对 一直戴着 可 这我也能看得出来 她不是照片上的那个人 那你为什么要把车租给她 又不是一时糊涂吗 你可真够不长记性了 我昨天刚教训完你 你又 这 这 当时是糊涂 后来想清楚了 后来一想地车租出去 万一出什么状况 又是我的责任 所以赶紧给你打电话 立功苏对不算太晚吧 已经晚了 喂 哎 林顿长您好 我是卢阳 还得再麻烦您一下 这次是辆吉普车 车牌号码是 您稍等 车牌号码 啊啊 在这儿 哎 您记一下 海地N3290 好 谢谢 这 我 我 蹲着 我 我现在就到那个车间 把那车车车找回来 我扔了 我到那儿我就能找到 我把你扔当巨货 我就给你宿冠军去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我差一点我就中了你的激将磅 我走了 你的劲要是比猪海大 你睁开上头就跑了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说 我不跑 我不跑 我等着你 我要是信你 我就是猪 我才没那么笨呢 每日记干不干事啊 虽然你长得比较丑 但是呢我也可以不嫌弃你 我刚才听你讲周队的时候 挺像个正经人的 我才搭理你 没想到啊 你就是个臭流氓 那你干嘛装出一副替周队报仇的样子 啊 我的人生原则就是 对待朋友尽忠尽忆 对待敌人不得手段 你这种人也有人生原则 呀 你敢鄙视我 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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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你 你还敢笑 你跟周队什么关系 他怎么会相信你呢 你没权立直了 你没权立直了 我是龟建东 哪位 龟队您好 我是卢阳 龟阳 你在哪儿呢 龟队 有个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我刚刚查到 蒋东志今天上午租了一辆车 我已经通知交警队 让他们配合寻找 只要这辆车出现在路面上 我们很快就能得到消息 您看要不要通知一下各个派出所 让他们帮咱们协查一下 居民小区 主车场和地下车库 可以啊 我同意你的想法 这样 你把车型和车牌号码告诉我 我亲自通知他们 他们会更重视 我英国的抵脸 我都没有做 我两个人 你告诉我 别在习战 我们不急 我看你 懂了 我没有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有点后悔了 咱们是不是不应该跑出医院 姐姐 胡言分析得对 医院里肯定还藏着他们的同伙 你怎么知道啊 我见着了 没事吧 没出什么事吧 再来一口 你 你 你想呛死我你 会不会照顾人 什么 照顾 你觉得我是在照顾你吗 像你这种人 肯定没有女朋友吧 胡说八道 一大棒女孩追我呢 我让他们自由竞争 还是没有啊 怎么着 真要给我使美日记啊 就你这样啊 长多难看 还原都过不了 是吗 那你昨天早晨 为什么测到我面前来信殷勤 其实我当时一点都不讨厌你 真的 当时觉得你挺好的 特别你说的那些话 我觉得挺真诚的 可是没想到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啊 那我是什么样的人啊 现在法院审判还讲无罪推断呢 你凭什么就因为周队临死前喊过我的名字 就说我是坏人呢 那也许他是别的意思呢 也许是让你到刑警队来找我呢 上来这套啊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那好 我告诉你 就算周队的鞋子里面真的有跟踪器 那我也是被陷害的 但是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件事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再玩激将法了 换一招 这招不灵了 不是激将法 我想知道怎么回事 求救你了 你告诉我吧 周队是我师父 是我一进刑警队就认的师父 我一直跟他办案子 你记得 记得昨天在面馆吗 在面馆你看见我哭是吧 是因为周队牺牲了我难过 我 你想啊 如果我真的是害死周队的人 我会那样吗 你是不是要哭啊 你不许哭啊 不许跟我玩苦乐器 听没有 好好好 你别哭 别哭听吗 我让你心苦可苦 好吧 我现在就到那个厂房啊 我把那个厂房给你找过来 好不好 好 回哥 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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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是个讲义气的人 真没想到就你这德行还挺讲义气 告诉大哥小心点 感谢观看 明天就能看见 我能看见 你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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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往你肖大哥家赶的吧 江东臣 小子 你听着 我不管你是谁 我说你听清楚 肖哥和这事没有关系 你放他走 有什么事你 有种 咱们俩约一道吧 一对一单挑 只要你敢来 我保证你的肖大哥一切OK 可以 地方你说吧 好 可以啊小子 挺会约地方 那地方我都没去过 好 你在那儿等着我吧 林队 找到了 太好了 请你们务必多派人分段跟踪 千万别让他发现 这个人太重要了 随时告诉我他的去向 好 出去啊 Q队 嗯 有什么新情况吗 想忍受吗 不用 你已经睡了二十五分钟了 你已经睡了二十五分钟了 妈 蹲回去 来 好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在这儿蹲着吗 我 我在惩罚你 但我现在不代表我的警察身份 记住了 以后干什么事别光想着钱 对 我一直在想 我 我想 你刚才在这儿好好蹲着了吗 蹲着 蹲着一直蹲着 我 我蹲的时候 你什么都没看 什么都没想 那你怎么知道 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什么时候睡醒的 不要和警察撒谎 喂 哎 你好 我是卢阳 刚才麻烦您的事怎么样 什么 找到了 那为什么不通知我呢 这样 不挂电话 你随时通告我她的方向 我的位置离她很近 我会马上找到她 就算你找到她 乌子 到西西会议码所找这个人 就说我让你去找她呢 让她准备好一道船 我 晚上8点之前到 慧哥 还是等把讲东西那小子办了 咱一起走吧 不用了 说好了但你调好的 你觉得我不是她的对手吗 哈哈 黑哥 你給大哥打一電話 讓他先撤了 搞定吃點飯 晚上八點碼頭集合哎 去吧 大哥 你是在叫我嗎 上車 我不認識 可我认识你啊 你们辉哥和芬姐 都是我的朋友 怎么 我不够漂亮 不配给你当司机啊 大哥 怎么了 你说什么 哎 又我跟辉哥说一声吗 啊 好吧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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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朋友 那两样东西啊 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值钱 但是我这个肖大哥呢 跟我有过命的交情 你看家里行不行 你先把我这大哥放了 然后我再把东西给你行不行 你先把东西给我 我马上放了你的朋友 那两样东西我没带在身上 你先把我这大哥放了 完了我带你回我渡住拿行不行 那好 你把枪举到头颖走出来 我就相信你的诚意 说实话我挺佩服你的 为了朋友敢到这儿来 怎么样 再让我佩服佩服 敢不敢走出来啊 我出来了 你先把我朋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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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把枪放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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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 你有点本事啊 准确地说 你是非常有本事 非常有胆量 可以说你是我这些年 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我不想跟你成为对手 真的 咱俩根本就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杀周国勤 为什么要杀周国勤 没有追杀我 我都不知道 跟我做兄弟吧 跟着我混 肯定比你现在强多了 我不太愿意做你兄弟 真的 我不如随便乱人大哥 就算是你答应 我还真不敢收你 收了你 我就对不起我的女人 和我死了的那三个兄弟 别 别开枪 你跟人怎么说话不算说话 你太幼稚了 说话算是我能活到现在了 别大哥 我还要动过两年了 大哥 别开枪大哥 可是我已经玩够了 别大哥 别 别开枪啊 别 别大哥 别动 放下枪 举起手来 你小子还找了帮手 王辉 别耍花样 按我说的做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我是警察 卢阳 卢阳 卢德卢局长的儿子 真没想到我会栽到你的手上 放下枪 卢阳 卢阳 卢阳先生 我手上有人质 王辉 你曾经也是警察 你应该知道你已经走得很远了 容不到你小兔崽子叫醒我 赶紧滚出来把枪放下 不然我就杀了他 你敢吗 你想试试吗 你什么警察啊 他手上那人质跟这事没关系 你先把枪放下 要不然我给朋友就死了 叫他放下枪 臭 不是警察先生 你把你枪放下 我不想死啊 王辉 你不要伤害人质 我觉得我们可以谈 走出来 把枪放下 你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踢过来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握住 空前 把枪放下 你以前 amerce emperor 老道 老道 臭 ont 一什么 这 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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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